今天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小朋友说话 语言能力的发展 是一件神奇水到渠成的成就 随着年纪成长就会慢慢透过语言 认识文字 进而了解世界 可是对于听障小朋友来说 少了听觉这个吸收管道 光要说话就困难重重了 今天看见文字系列报道 就带大家来看看 家有听障儿的家长 如何挑起教育的重责大任 让听障小朋友突破声音的障碍 正确认知 快乐学习 一起来看郭子伟他的故事 上学去大声唱国歌 做完早操郭子伟开始他一天 小小学生的课程 妈妈廖淑娟在旁边也没闲着 专心做笔记当起超龄大学生 他现在是四岁 然后我觉得他现在也是 跟着他一样的年纪 然后再学老师回去教老他 会比较标准不会台湾国语 第一堂课结束 紫伟上另一堂律动课 别以为妈妈可以轻松一点 这时候得要挽起袖子 帮忙打扫 为了孩子好 家长们自发性一起动手整理校园 清理干净了 才是坐下来休息交流的时刻 下课中响 紫伟学校的课结束 对郭妈妈来说 她的课才正要开始 哥哥先念一次 两撇忽志 对 两撇 孩子到底是从哪一个方式 对他有效 因为很多方式我们不断地使用 使用 我们两个会想的真的是头破血流 然后一直想要去编换 这个又不行了 可是到最后他真的是 怎样子学会的 我们两个真的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出去外面 对不对 对不对 啊 先做什么 要穿什么 鞋子 一张小桌子 就是紫伟爸爸妈妈 施展文字魔法的地方 先复习学校老师上了课 四岁的小孩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更何况一次要带两个 其中双胞胎哥哥紫伟 还是个听障重度的小孩 孩子他教不会 然后孩子哭 大人也跟着哭 那种挫折 真的是很 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不过这些挫折 从来没有打倒过 郭爸爸和郭妈妈 家中姐姐也是听障儿 在迎接这对双胞胎 喜悦胜于不安 紫伟一岁多就开了人工电子耳 不过比起妹妹 当时语言发展还是差了一大截 原本是只有一个 不要 不要停 一直讲 一直讲 很花时间 从紫伟会做开始 夫妻俩就在这张小桌子旁教他们 每天 每天 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长期下来 妈妈讲到声音都哑了 还好这一切都有代价 会说话还不够 要会听 听障孩子才能够正确认知 好好学习 但是要突破 听力障碍这道城墙 让紫伟听懂 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小桌子上 不知换过多少夫妻俩 绞尽脑汁 想出来的自创教材和方法 妈妈教完 换爸爸教 还有妹妹 这个小小老师 在旁刺激学习 三年来从没减断 有时候真的很多事情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 我常有时候 真的跟我先说 你跟我放三天的假好不好 可是当放三天的假的时候 悉尼 总是关联着孩子 我都说可以放假 他走到外面就走进来 所以还是不要放假 郭爸爸和郭妈妈知道 肩上教育重担不能放 因为孩子成长只有一次 错过了学习就不能重投 只要能够带着孩子 多读一点书 再辛苦都愿意 记者程修林 郑凯文 台南报道 接下来透过下面的报道 带大家深入了解 听障声学习语文的困难处 还有到底要怎么解决 跟着老师 这群听障小小孩 不只可以开口大声念书 还可以唱歌 他是龚净为 天生听障重度 妈妈说 净为专注力不够 但是自从来起 从学校就读之后 老师因才师教的 个别化教学 还有再加上 同班小朋友的刺激 语文能力进步很多 在那个小班的时候 没有什么发展 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就比较 他开始犹豫一点 为什么听障的语文程度会不好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少了听觉回馈 简单来说 就是你说话 我听得到 然后就可以从中对应文字来学习 一旦听觉被阻隔 认知就会出问题 没办法转成理解 学习就会有障碍 不只影响人际关系 读书试字就成了难事 我今天说话说不清楚 老师跟我讲说 你把这个书本 这两个字再说一遍 那我听不清楚 书本这两个字 我可能就是会抓老师的口型 我就会这样 把那个书本的那个口型念出来 可是我念的不是书本这两个字 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听觉回馈 不过天下无难事 少了声音 真的就和文字无缘吗 长期研究听觉障碍的李鹏娟教授说 过去文献研究 的确听障语文程度 会比同年级学生平均要低三到四年级 不过近几年 因为推广早期疗愈 程度上已经相差不远了 其实我们只要早期介入 那么孩子的程度是不会比一般 比别人差的 父母亲第一线发现之后 马上实施听语的一个治疗 那专业的老师会在学前阶段 他可以教家长怎么样去 在家里面怎么样去做这个听语训练 但是一定要亲师合作 台湾听障教育跟着时代在进步 听障不再是一种疾病 它只是一种功能障碍 听障不能选择 所以在教育上不能以医疗的模式 把听障小孩看成是病人 而是要用教育的模式 是每个听障生的特殊需求来教导 只要家长老师不放弃 还有听障生自己要努力 一样可以悠游在文字天堂里 记者程修林、郑凯文综合报道